他们是任他 把他们给我回上 任他们跑了 这是干什么的 我是白婆乡副乡长张杰 他们是乡土地所和审计所的干部 各位兄弟 你们这是干吗 叫什么 报上名字来 报警报 报什么报 你说你是副乡长 他们是乡干部 您的证明 马上给我离开镇里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这位兄弟我还想问你呢 谁让你们来 张叔就让我们来的 让我们来保护账目的怎么了 保护账目 是来抢账本的吧 那你就告诉他 这是共产党的天下 不是他张熙兵一个人的 我看今天 谁敢从那儿拿走一张纸 别人拿走 把手给我砸了 咋子 干 你干什么 杀 保护正直 王书记 大娃村很不配合呀 为了保护这些账目 你看看 我们把这些账单 账本全都拉了回来 要是这么做 有什么不妥合话 我个人负责 与相当委无关 张伯先生 怎么能让你个人负责呢 要负责也是相当委 也是我这个书记负责 可是你不知道 张熙平闹得很厉害 他闹什么呀 闹让他闹去 再说 他不闹还不对了呢 张伯先生 你现在还有什么需要吗 别的倒没有 可是你看看 账目太多 我们人手不够 乡市 王书记 你马上通知 乡指数车单位 让他们都派一个快捷 总归张伯先生管理 今天下午 燃子龙报到 就在这儿办公 好 我马上就去 好 王书记 咱得防止 张熙平通过他的 什么的亲戚 在市民岛那儿告黑状了 我看是不是把沈级大蛙村 这个财务的情况 跟县委汇报一下 免得出什么意外 用得着吗 还是汇报一下吧 有些事啊 你不得不罚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张熙平这些年这么闹 没人敢动他 他靠的是什么 不就是得谁跟谁说 他上面有人吗 有个什么亲戚 给首长开车 好像能跟首长直接对话 我们要是这么 瞻前顾后的话 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再说了 咱们这回对财务 进行检查和审计 不是光他一个村 全省各个村都在审计 怎么了 他们村就不行吗 这种正常的工作 我们都不干了 我们还干什么工作呀 那时候什么都别干了 不管他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 是我连夜写给市民党的检举信 检举揭发王天生 野蛮执政 支持上方人员 打击退伍军人 和老党员的材料 你们几个 我来这上面 都安上手一个 好了 你们大家给我听着啊 你们把新果放到肚子里 账随便他怎么拿 随便他怎么查 我和我那哥们已经通过话了 他让我赶紧把这份材料送过去 正好呢 这几天领导已在家 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 他们这一借的乡领导班子 就算是到头了 对了 送给我那哥们 和市领导的土特产 装存了 都装好了 我那两万现金 我还给你多贝勒一万 这道势力办事 不比在家里 拿着好 人家俘虏 多带点没坏处 那好 明快姐 赶紧把财务室的门给我打开 我要拍照 这财务室乱呼呼的 我还没收拾干净呢 收拾干净了 我还就不拍了 我要的就是这种乱七八糟 被人抢劫过后的效果 赶紧打开吧 慢点 把这搞门 我看 来 行 我看 就这么拍吧 就这么拍吧 行 我看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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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了 好好发给我 行 看到没有 我们到乡里反应了几次 人家不但没听功 反而越盖越来劲了 你看越盖越大了 刚成 你不是说新来的王书记 是个硬查吗 怎么反应了没动静呢 你咋知道没动静 我问你们 村里的账让谁报答 账的事那是大事 是西瓜 这盖房子那都是小事 是芝麻 要抓重要的事情 王书记这叫福底抽薪 好戏在后面哪 哦 张县长 嗯 您看这些山地使用车展乱合同 都有明显的问题 你说具体的 就拿这一份转让合的说法 五百多亩三连 三十年租金 一年只失一万块钱租金 这里明显是带动许作家 而且没有像土地观的所批文 他们就这么干了 还有这份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总共占地三十多亩 原来是村里玉树苗的林地 他们十万块钱就买给一家小造纸厂了 具体土地不得私自改变用途的 他们这样做本身就是违法 可是现在难就难在 明知道这些合同有问题 就是没办法下水去查 怎么不能查 这些个人和厂家 跟张细平的私下交易内幕 怎么可能透露给咱们呢 那我看这样 像这样的合同 咱们再找出几份来 让乡土地管理所出面 找到这些个人和厂家 告诉他们 没有上提土地主管部门批准 这些合同是无效的 这样一来 跟他们签了合同的人 一是着急 二是抱怨 这样一来 他们私下交易的内幕 不就暴露出来了吗 对 你涉及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他们就不再是哥们了 查 现在就查 对 王书记 换侄妹妹 来 快坐上 等会儿给你倒点水啊 来 喝点水 谢谢 这是从哪儿来啊 我去县看守所 见我哥哥去了 见着了吗 见到了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是齐武庚去的县城 办完事直接过来的 好 来 喝点水 还真是可 情况怎么样 我这次算是白跑一趟 不管怎么说怎么劝 我哥就是不开窍 认死理 还跟我说 那七千块钱 千万不能还给张希萍 为什么 他说我已经在这儿替他蹲三个多月了 再待三个月就可以出去了 把钱还给他了 老我替他做了 不是鸡飞蛋打 啥也没落着吗 你没有告诉你哥 不是半年 是十年 说了 他说不管看多少年 张希萍的实力领导 都能给他免了 你哥哥怎么这么糊涂呢 这可怜之人啊 必有可恨之处 不让他在里面受够了罪 他不知道好赖 张希 王 王说姐 你不是找我单独量吗 这就是什么意思啊 张希萍你吃了豹子蛋 敢扣押器检书记和乡长 你不是让我修改 对你的处理意见吗 好啊 警察 张希萍在担任大娃村支部书记期间 毕用植物之变 收受贵了 贪污供款 金额巨大 强奸妇女并扣押干部 以构成严重的违法行为 现将其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 决定给予江西萍开除党籍 设销起大八村支部书记之务 收缴起 卫机所得 并将其车嫌换回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 自行者的国家 我告诉你们 张希平已经被依法逮捕了 今后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合去合同 你们自己选择 你们一个是副志书 一个是村主人 还有一个质保主人 还有一个是筷子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就两条道 一条主动检举张希平 还有一个 就是跟张希平同流合污 你们四个人自己选吧 余所长 把他们带过去 笔录一定要响起 好的 老周啊 你去一趟大蛙 把刘副主席他们接回来 还有通知大蛙村所有的党员 明天早上八点 两委会集合 去吧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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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 那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您看您这还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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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都是老人吃的营养品 就表示一点我的心意嘛 真的很抱歉 老王交代过 不让收人家的东西 你放心 我不是来求王书记办事的 王书记一句话呀 把我们家解决了困难 我这个就是我的一点心意了 要不这样 我就不进去了 你再问老人家好 不是 那这 这这不行啊 这不合适啊 那我咋了 你回去吧 回去吧 不是 这 这可怎么办 王书记 乡讯所旅所长来了 旅所长来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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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 快坐 小时 你忙去吧 旅所长啊 什么事啊 还麻烦你跟大村找我跑一趟 是这么回事 明天咱们县国税局的周局长 要到乡里来检查工作 点名要见你这个大书记 叫我提前过来打声招呼 让你明天别出门 等他 周局长 我知道了 明天不行 这两天忙得已经两脚朝天了 大疤村的知书张细平已经立案了 后果一堆的事要办呢 明天呢 我就去一趟大疤村 他们选举新支部 我必须得到 帮我请个假吧 你饶了我吧 这下我可请不了 什么事啊 还请不了假 我估计啊 是税收的事 税收的事 不会吧 我听史秘书说 白婆上半年的税都已经交过来啊 是下半年的 我的大书记 听说下半年啊 要加大税收力度 给各项啊 都增加了指标 到年底一律收齐 是这样 李所长啊 白婆的情况你比我更了解啊 这两年这个税啊 其实就靠那几块 就这样还是勉强支撑 如果要是增加税收的话 那白婆可是完成不了啊 我的大书记 你能明白我话的意思 这么说吧 这政策和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指标多少 不是可以商量吗 我明白 李所长啊 有层关系恐怕你不知道 我跟你们周局长啊 我俩是发小 从小一起光品工长大的 他的外号叫周胖子 我外号叫王大炮 这样 明天我估计他到乡里边 也得是商务了 我争取吃饭之前赶回来 万一我要是完了 你就告诉他 你说王大炮说的 让他等着我 好 有你们这层关系啊 那啥都好说了 休暇 有事吗 天生啊 刚才家里来了一个姓杜的 拿了好多东西 说是来看老人 我没让人家进屋 但是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你可别怪我拿人家东西啊 行了 你甭管了 我来处理吧 你和爸妈还好吗 都挺好的 你是不是特别忙啊 什么时候回县里办事 就回家看看 好吗 行 我要有时间的话 我就回去看你们 告诉我爸妈 让他们注意身体